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您本人是个不守规矩的人 但是英国我知道是个特别讲究规矩的一个地方 但今天咱们聊这事跟中国规矩有关系 你说最近我觉得政府部门 他现在对民意 我觉得比我们凤凰卫视领导还顺应 还怎么说呢 还一天三变 你觉得现在他要是个人 你就会感觉啊 说哪个贪官找情妇了是吗 找情妇了 放心放心 明天我就查他 是吧 他带了块表 是之前啊 只要你说 明天我就撤了他 反应非常快 这个公交通 就公安部 现在这个交通规则 1月1号开始 他们号称是史上最严交规嘛 史上最严 就说一动不动就扣12分 你比如说你你乱改你那个机动车牌污损呢 故意遮遮遮遮遮号啊 原来比如说扣6分 现在给你全12分扣光啊 等等 好 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关于对黄灯的理解 这次说啊 说这个黄灯 你要是这个红绿黄嘛 对吧 黄灯一出来 如果你这个车是压在黄灯那个线上的啊 照样算伪装 但怎么处罚 由这个警察卓情决定 不是不是 冲黄灯扣6分嘛 我的理解是 对 你冲了就扣6分 对 但是呢 他还有更细致的 就是说 如果因为啊 按照以前的这个规定啊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黄灯 这个比如说照最高法 道路交通 安全法 第26条 你看我都查了 黄灯是警示作用的 是警示作用的 但是照他新出来的这个就严了 你看啊 他说呀 这个车主在黄灯亮的时候 没有越过停止线的机动车 继续通行的 属于伪装 200元罚款扣6分吧 然后还说 在黄灯的时候 任意一个车轮子 只要压着线 或者越线 都属于伪装 但是这种伪装 因为就是你停住了 你停住了 你刚好压在这个黄灯线上 也不行 也不行 但是是不是处罚呢 这个巡警按照当时情况决定 这下他们就觉得 跟他那个上位法 就不一样了吧 过去说黄灯是警示吗 对啊 然后呢 他们说就六天变四次 顺有名义啊 那公安部的一会儿就说 这个我们要这么办 因为一会儿又说 大家这个先这么着吧 这个我们暂不执行 一会儿又说呢 又再研究研究 反正就是顺应着 现在的这个人们 议论太大了 徐老师你整天开车的 你懂这个吗 我这两天还特地关心了一下 关心一下 我在香港的这个情况啊 其实黄灯是很短的 平常实际驾驶过程当中呢 你不大会注意到 但是感觉上就是 在香港的情况是这样 如果它是黄灯的话 如果你看见路上没有车 你就赶快过 对 如果你估计你过不了 在你过的当中 它会变成红灯的话 那你就别过 其实是一个自由判断的过程 对 这个是普世价值规律 我不知道中国 为什么要跟普世的规矩 做搞一个独特性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因为中国有中国具体的规律 对 你记不记得 你比如说当年这个 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那个时候讲究地方要搞活呀 什么邓小平难寻呢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广东 讲广东改革的排头兵 广东人的经验叫什么啊 碰见黄灯赶快过 碰见红灯绕着走 因为这个中国文化心理呢 是有一个对这个事情 比较难理解 我们只懂得非黑即白 对 要么是一 要么是零 对 要么就停 要么就过 就要么就红 要么就六 绿 那这个红绿当中 有个黄灯 那这个就是一个第三势力 那么这个当中 怎么对付这个第三势力 很多人就遇到问题 比方讲 红灯跟绿灯 绿灯跟红灯 黄灯是个过渡期 怎么理解这个过渡期呢 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就是个过渡期 是个漫长的黄灯期 这个过渡期 那到底这个轮能够它在哪条线上 哪一方面能冲 哪一方面能停呢 你不要说司机 高级知识分子都弄糊涂 所以这个中国文化心理非黑即白 所以对这个英国人发明 这个东西是英国人发明 不是我还听说 是英国还是美国 是个外籍华人 还有外籍华人 上个世纪 姓汤的一个叫外籍华人 在外国发明 发明黄灯这个人很聪明的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红黄灯 跟单一的黄灯又不一样 你看见红黄灯的时候 就是说你可以起步了 红黄一起亮 你可以起步了 但是看见单一的黄灯 就是说你应该刹车了 但是问题又不完全是这样 就像许教授刚才说 黄灯单一黄灯亮多久 你看这玩意有意思了 所以陶老师你看 你的解读就是说 黄灯是这个初级阶段 是过渡阶段 但是现在呢 这个交通部门就讲了 说黄灯本来是干什么用的 黄灯的作用啊 我看它现在就是肃静四方 就是你说是过渡阶段 他说是黄灯的是四个路口 全不走 让这个下面要走哪条道的人呢 有一个观察器 就是大家都别走 看一下 然后再这个重道走 横道走 他又这么理解的 对啊 联想的思路倒蛮有意思 他刚才讲这个非黑即白 我们以前是要么革命 要么反革命 很多人就想在当中走走第三条路线 三十年代叫第三种人 后来他们发现不可以 你要么革命 你什么不革命啊 什么都是反革命 对了 现在就是 这就惨了 所以最好的革命是文革当中 那个时候什么 他们主张说 谁让红灯不让走啊 红色是革命的颜色 对啊 怎么可以红灯不让走 反动大乱 对对对 我记得 反动大乱 这个当年毛主席 有早有明讯的 就是说 他这种就是说 没有中间派 没有气腔 你要不左 要不右 要不你是中间偏左 要不你是中间偏右 所以一个黄灯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他现在等于又把黄灯变成红灯 对了 对不对 你现在中国网友的思维啊 还是这样 是啊 他们现在对公安部的这个 这个规定就在说什么 我觉得也挺逗的 说你要照这样 对吧 你这个黄灯 不就跟红灯一样吗 那么为什么还要要黄灯呢 对啊 你干脆就取消黄灯 对啊 只有一个红灯和绿灯 对啊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连绿灯也不用要 一个灯不走 绿灯就走 还有绝约能源呢 对啊 中国搞革命吧 就是一个红灯吧 对啊 对啊 所以叫做是不是文化心理呢 文化心理 你刚才说 这个中间偏左 中间偏右 在文革的时候 中间偏右 固然是右派 对 中间偏左 也是右派 对啊 因为你为什么中间啊 既然你左 为什么中间 为什么 我又为什么 往中间挪啊 所以这个 非红级绿 这个是一个 我们民族啊 这一个思维心理 是是是 还有 这罚不罚 你还得看 你爸是谁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复杂了 我爸是李刚呢 这复杂了 所以说这个在当地 所以我们中国 我们中央有一个很英明的 就是治理广东人 要找外省人来 为什么 大家是乡里 都是一条村的一个城市 哎 大家邻居 哎 走走走走 要一看 是外地的 外省的语言不同 往死里罚 有讲究 所以这个红黄绿灯 这个要罚起来 是怎么执法 这是当中有很多因素 他讲这个有意思 当然就说 咱们要这么说呀 扯的就就就就就 就就就有点不着四溜 但是呢 你要知道这个 我我认为 他这个公安部的本意啊 从1月1号 例行新政 例行新规 甚至包括 你说上海的出租车司机 上海人多小心呢 对啊 把他那一页纸啊 打印了 嗯 贴在那 因为那里边扣分的太多了 比如说啊 扎安全带 中国人普遍不扎安全带 现在这个新规律 这就是罚 其实他是良好的愿望 对 就是说 我能不能彻底的解决了这问题 不让你们香港人 老说中国人不守规矩 他想彻底的 对 把这问题给解决 通过什么呢 东京是好的 狠罚 硬罚 但是这一下 哎 所以这我就想起啊 这个成都 诸葛亮 这个武侯祠 那个地方有一句很有名的对联 哎 好像毛主席也引用过 叫什么呢 能攻心则反侧自销 从古之兵 非告 非好战 就是说你要 你要明白人的心思 那你就自然能消灭反对派 就不用打仗 对吧 这这就不 主要不是这一句 下一句就是 不审视啊 即宽言节悟 后来致数 要深思 就是说 你要不能审时夺势 对 那么你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呢 宽了 也不是 哎 言了 对了 也不是 宽言都有失误 对 所以说后来治理这个属四川这个地方的人 你要深思 这个宽言 哎 我记得徐老师好像有个博客还就讲这个中国人的叫宽法 不不 严法 中国人是严法宽行 嗯 严法宽行 意思就是说我法定的很严 对 但是我执行的时候呢 我可以酌情处理 这个题目定的好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可以讲一讲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一本不破旧的教材 一间不乐风雨的教室 为了这些孩子 我们可以做的 还有很多 加入我们 大家 一起来 过吉祥年 喝加多宝 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 盖名加多宝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过吉祥年 喝加多宝 妇科炎症一反复 怎么办 找胃太医啊 胃太医牌盆盐浸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妇科炎症 防反复 就用胃太医牌 盆盐浸胶囊 我觉得这个 就说政府很多部门 这本意 真的是想依法治国 甚至是言语执法 不不不 但是它缺乏程序 这么大的一个 法令的变化 之前要有一套 咨询的程序 你之前 你要全国的交通部门 你这个汽车 老百姓 各级的 就人大政协 要做很多的咨询 有过几个月 一年的咨询以后 才退出 你现在一退出以后 再改 这是第二个错 就遭令息改 这个非常大的损伤 所以就像我们香港 就比较好了 第一有个咨询期 第二有一个执行 以后有个缓冲期 有个适应期 你群续渐进 对不对 像我们香港也是 你普选不能够一步登天 一步到位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所以你马上硬性规定 一月一号 那当然乱逃 但是原则上呢 它那个言法宽行 是有好处 我以前讲过 就是说 因为你的法一言 执行的程度 那个调节度 就给大家 你说是那个 有个飞行员的故事 我都忘了 反正我觉得 只要你是 言法宽行的 执行者 就有很大的 寻租空间 有好处啊 言法宽行 也是个中国文化的问题 为什么言法呢 因为法家商鞅 那个时候 一家犯罪 九家连坐 我们中国的法律 一直下来 是帝皇统治 是法家 为什么宽行呢 儒家 一执行的时候 我们讲人情 对不对 伦理人情情 算算算 朋友也是五伦之一 所以这个言法 然后呢 就宽行 好像人证 又是言法 又是人证 这是我们中国文化 法家跟儒家的平衡 所以那时候 毛主席 有一个文章 就针对这个宽行 叫反对自由主义 因为是熟人 同乡同学 亲爱者 明知不对 少说为家 就是把这个宽行 这个想法 他根治好 你学的挺好 反对自由主义 有识一种 对不对 同一种 就是针对你这个儒家伦理 对 先行 怎么 你要斗争他 他不对 因为你是同学 同乡亲爱者 什么 这个那个 就放一马了 所以这个主席 对于这个言法宽行 早就看似这个毛病 但是在经济发展的情况后来 情况就变化了 因为你真的严法严行的话 执行者没好处 对 各种各样 对了 各种各样好处 我真的要这样罚 照了条令就是这样的罚了 这没好处 罚的钱 僵化了 但是你 僵化了 按说这个严法宽行 好像这应该是一个 大家都很轻松 闲散的社会 可是其实不是 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候 弄得人人自危 没有安全感 因为什么呢 就我老说 有一个这个 有一次有一个嘉宾嘛 一个经济学家 来来来来做节目 一肚子气 就说被警察给查了 他就是扎安全带的问题 然后他就 他跟你们这种文人一样 一通感慨 其实就是给警察给罚了 你知道吗 他说 那小警察说 你你你不扎安全带 他说 你看那这一排 红灯线的一排 谁扎安全带了 小警察说我不管 我今天就逮一个 我就对你 你知道吗 他就由此发挥啊 他说实际上啊 很可怕 你不知道你现在 你看出当官的害怕了吗 因为什么呢 谁戴个手表 你别得罪人 你别得罪人 现在也有网络 也有微博 我只要把你挑出来 中国的这个法呀 把你燃肉 中国的法要按照 严格的法来说 我跟你说 我们都犯法 我们没有几个中国人 完全不犯法的 完了 那么最 但是呢 就叫这个这个 人人犯法 但是法不责重 但是呢 就变成 要逮谁 就是谁 你别有事 你有事 要逮你还怕逮不着吗 这玩意你又觉得 你看 无论是民营企业主 甚至是公务员做官的 他也惶惶不可终日 因为你生活在这个社会 你要完全符合 乔文上面的规定 像香港这样 香港真是大部分是守法公民 对 你挑不出来 但是在前线 那个警察执法呢 也有宽刑的 这个因素 比方 我有时候也是 这个 就是说超速了 这警车过来 我窗子一脚开 警察 你超速了 对对对 有 对不起 大哥 小弟陶姐 虽然呢 是多读两本臭书 但是呢 我更人人平等 先人人平等 对不对 因为你不要说 你知道我是谁 我是给窦文涛一起做节目呢 那更抓 更抓 千万不要 你让你刘德华呢 你让你刘德华呢 在香港刘德华如果说 对对对 看什么情况 看个女警还是男警 警察是高兴还是 我弄得不好 他罚得更厉害 谢霆锋 更厉害的 变成大新闻 对对对 立战功 第二天苹果就变新闻了 自打两个嘴巴 中国警察也是这样 不会吧 中国看到范冰冰 什么都不妨 我的朋友高晓松 你知道吗 就是喝酒驾驶 为什么结结实实做半年了 做半年 你知道他都不讲 这真是 按说呢 酌情 你也不是说一定要做半年 对 但是呢 恰恰因为你是一个名人 甚至于啊 他在里头表现挺好 还有些朋友说 哎 要不要考虑 咱们争取一下 能早出来 他想来想去啊 他就说 我不 我结结实实的 我做满 他说因为我要做五个月出去了 你们这些媒体能放得过我 那报纸又讲 搞特权 搞特权 所以有的时候 包括原来那个著名歌唱家 那个谁的儿子 那个李双江 也是 就接接实做一年 就说你是名人呐 有的时候这个公安呐 对 他还格外的不敢 逊私情 你说 但是总体来说呢 你有路线的 你认识人的 总是比较好 要么你就跟他哼 要么就你知道我爸谁 要么你知道我是谁 要么是这样 不然的话 就是说你要 遇见这个交警 你要在半秒子内 做出一个判断 你这一下子要扮猪 还是扮狼 你要凶他 还是要变绵养 这样在英国呢 英国也一样 英国也一样 就警察都有酌情 都有酌情的 警察也看见这种 就是说很琐碎的违法 一般他也不想抓人 我在英国十几年 常常遇到 你要跟英国人 说的地道的英文 你不要跟他哼 Sir I'm terribly sorry My apologies 那这样的话多半都行 那他也会很有礼貌 他也会是 你刚才有没有留意到 你开多少 那个时候对不起 我是一个作家 我一面开车呢 一面想到 我写这个小说的情节 这个理由不太好吧 一面开车一面讲 你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那看看你这个态度的问题 一般你的态度恭敬 比较诚恳 一般都走走走 要是你的超速 一点点 国情权 这不是说 最好玩的是 吴天明在加州 警察把他叫下来 说你刚才开了多少 他说 他说我开了这个八十几 他说这里只能开七十五 你知道吗 他指着上面那块 这不是一百零一吗 人家一零一路 一零一路 人家一零一 一零一公路 枪枪三月一景 广告之后见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 地步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关南湖海口 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无极之水 汇软酒精 年份丸江 五景共酒 活该快乐 东方标志3008 尽兴登场 过吉祥年 和加多宝 全国销量领先的 红贯粮卡 盖名加多宝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过吉祥年 和加多宝 你看我们罗列最近一些新闻标题 刹下刹那之间 这一开年 考驾照变成了个非常难办的事 你看这是上海新驾考 首日合格率不到五成 这个上海新规理论考 由考点四十人才过了一个人 就是考交规啊 考比试啊 然后小路考 七成出局 深圳106个人考驾照 只有只通过四个人 然后新驾照考各地 频线零通过 就是变 就题目更难了 你知道吗 就是通过率非常低 这个而且就 所以那些驾校啊 费用值涨了 上海能达到七千 北京也都拿到五千 他是矫枉过正 是没办法 客观上啊 内地的开车的次序 是跟别的地方是很不一样 是比较乱 香港人都恐惧啊 马路杀手来了 开车就是 就整体一个感觉 我以前打过个比方 你在香港开车 车公路上 大家都没表情的 你一到内地的路上一开啊 所有人都有表情 有人在笑 有人在哭 有人在跟你打招呼 有人在say hello 就车都有表情 所以你摸不准 这个前后周围 你不能只看自己一条线的 你得看前后左右 跟做人一样 你知道吗 你不当只照规矩的 你必须看人事关系 所以这个是开车的 一套一套规则 我想应该做一些统计 就是说黄灯规则出来以后 各地的这个 罚单的创收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是应该做一个统计 另外就是说 那个危险率 就撞车率 是上升还是下降 低了 是低了 公安部也出 就是说 实行几天以来是低了 不是 但这些资料 还是要有一个 那就是合理的渠道面积 是不是个别的数据 是不是能不能说明 我觉得应该是低了 因为他一说警察很拔呀 这些人都小心了 现在他很多 因为弄不清黄灯怎么回事的时候 对 都请你看看一看 生怕自己被吵枉 还是只有一个灯 只要有一个红灯 走 走 走 没有灯 走 总之呢 黄灯也好 绿灯也好 都同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灌文明启示录